香港多索大学在修例风波中沦为暴徒基地 不少大学生成为外国势力的棋子 16号有港媒调查发现 由美国驻港总领馆主导及拨款资助的中文大学香港美国中心 执行美国国务院教育及文化事务局辖下的富尔布莱特计划 声称推动学术交流其实是渗透香港八索大学 涉及通识教育课程等变相操控香港高等教育重要课程 通识教育在2009年起成为香港新高中必修科目 没有固定教学范围教师可选择或编写教材 但实际上不少材料以及考题角度欠持平充满引导性 香港大公报16号揭露称 香港高校的通识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操控的 2020年美国国务院文件列明推行 与世界各地的教育文化专业人员体育等交流计划 目的是培育以美国社会利益及推销美国价值的未来领袖 1993年港美中心的创立人李博士 正是富尔布莱特计划学者 现任港美中心行政总监夏龙博士 也是该项目学者 自1998年起美领馆成员是港美中心董事局担任成员 港美中心显然是美国在香港学术界的官方工具 报道称美国驻港总领馆2006年主导 由港美中心执行洗脑教育 当时美国领事馆招募学者参加香港通识教育计划 在2006年至2012年招募25名富尔布莱特计划学者来港 在由香港商人钟浦阳出面捐款港美中心 并获得港府以捐款等额的拨款资助 富尔布莱特香港通识教育计划 整个一手由华盛顿策划的通识教育项目 因此获得9600万港元拨款 2014年前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曾报道称 港美中心包揽八所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 用美式思想影响香港高等教育 香港《大公报》还发现 协助港美中心推动大学通识教育计划的创意策动基金 创办人除了中浦阳外 还有美国食品制造商老板 他同时也是微忍2047基金会的基金受托人兼创办人 去年林郑月娥谈话录音风波 正是在微忍2047基金午餐会被透露外泄的 在香港建立多年的美港交流平台 以变质成为反中乱港工具 东风日报16号称反对派自视有外部势力撑腰 由港英余孽护航 做尽一切危害国家安全之事 出手无论反正堵塞漏洞是应有之意 不补国安短板香港难有宁日 《大公报》16号发表设评称 香港国家安全问题一日不解决 外部势力插手一日不会停止 港独问题无法根除 黑豹死灰复燃 也只是迟早的事